來解讀這個 在從事環境運動的過程 你會接觸很多醜陋的東西 然後也會有一些壓力 那甚至有時候環保團體之間 堅持幾千一盤散沙也會讓你很灰心 那怎麼樣繼續走下去呢 我覺得我個人是在學生階段 在還是當志工的時候 我有機會去接觸到很多的所謂的典範人物 那些典範人物當然也包括陳玉峰老師 但是更多是這種在土地上生活的人 卑微的人 像我在成大的時候 我常常去參與這個七谷反冰藍的運動 那我劫持了這個趁家旺 如果有熟悉這個七谷的議題 當地的一個老漁民 整個反冰藍工業區運動的精神領袖 因為這個老漁民 讓所有的人能夠堅持下去 所以我 我經常跑去國的時候 我就去找他聊天 所以他生命 那那個形象就刻在我的心裡 或是我們在反冰藍的過程當中有一個這個男嬰苦行的行動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七十幾歲快八十歲的老阿伯 中風這樣子一百一百的 他就是堅持八天要用走的走完全程 然後問他說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就很單純就說 我們就是要把這片土地清清氣氣交給我們的行動 聽到那個話你會非常震撼 所以當你在很挫折的時候 覺得走不下去的時候 就會想到這些人 樹立的那個典範 就會支持你 當然有時候是會有一些人情壓力 那我剛去運營的時候 我無情無情 所以這個人情 壓力對我都沒有用 所以 剛開始我就 有很多比較突出的行動 那慢慢的還是會有那個時候壓力 那壓力最主要來思議說 考慮系上考慮學校 因為這些環崩界的大佬 他們要來評鑑我們學校 我正在講到那個教育部的評鑑 那是非常可惡的東西 那我會覺得說 你要因為我們個人 影響到系上 所以有時候就會有一些顧慮 那就會有挫折感 那我覺得 當我有這個挫折的時候 我就會去 親近在這塊土地上 生活的這些農民跟漁民 他們用一種很直接的方式去表達 他們對於這個土地的愛 那個跟我們的知識分子 是一種理念式的 是很不一樣的 那我舉一個例子 我走一次去台西 然後跟他們講說要怎麼樣去 反這個六親 反這個八親 講得很起勁 然後就講我過去在那個幾苦的一些案例 歷史 覺得講得好像不錯 結果有一個漁民就很憤怒的 跳出來 吃著我彼此 就開始罵三世經 那我覺得還好我之前我參與的那個經驗 所以我沒有發脾氣 我沒有說苦秀而走 欸我來幫你們 你們還這樣子拿錯感情 回去我就自己反省 反省之後我就創造了一個虛擬的人物 叫做發科超人 因為我那天被發科嘛 所以就創造了一個發科超人的這個虛擬的角色 去帶領他們那些科農後續的很多抗爭的活動 就是用一種幽默 那這個東西就是一種文化的認同 那個幹狗文化就是他們在生活底 基層的這些人 他們一種表達他們的情緒 表達他們問候的一種很直接的情感的方式 那當然他們內心有憤怒 而且那種憤怒是 我覺得是一種絕望的憤怒是沒有方向的 那我想把它導成一個有方向的 有建設性的那種力量 所以我就去思考怎麼樣把它 做一個比較文化深層的轉化 所以變成發科超人 發科當然是英語在罵人的 但是這個牡蠣養殖 台語的術語叫做化 化體仔仔、化鵝仔仔仔 發科就是武力能夠繼續在這邊 永續發展能夠繼續存下去 養科的人都可以發財 的這個諧音這樣子 他們科農就覺得這個他們喜歡 他們喜歡 所以我覺得陳老師這幾年 他在思考的東西很深很硬 但是那個真的是我們關心環境的人 要去面對的那一部 就是我們文化當中最深層的那個部分 那我們這些所謂的失失分子 我們真的離這個土地還很遠 所以當你真正去清淨土地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那個無力感 那基本上我的整體來看 我現在的看法是地球注定要滅亡 或是人類的文明注定要毀滅 事實上地球上已經有一些周期 周期性的災難了 那比方說我們在看那個埃及金字塔 是什麼 你很難想像那個是我們這一代的人類文明 所遺留下來的東西 然後在那個文明史上也很難去解釋說 為什麼我們這200年突然突飛猛進 文明突飛猛進 好像這個人類的腦筋有一個突變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監禁免換 所以有些人就說 事實上我們在幾萬年前已經有一個高度的文明 只是它被地球的這個周期性的這個災難給摧毀了 比方說那個埃及的人面世生 那個號稱是幾三四四千年前建的 但是科學家發現那個有15000年前淹水過的痕跡 這表示說那可能好幾萬年前就有了 那我要說的就是說 在這個大災難之後一定會有一些人遺留下來 那這些人他怎麼樣把他的祖先的東西傳流下來 透過神話 很多的科技很多的這些文明的東西都會消失 只把那些最精華的東西遺留在神話裡面 所以我們今天在做的事情就是要留給我們後代的子孫殘存在這個地球上 搞不好那時候人類已經不是這個地球的主宰了 他能夠遺留下去的這個神話故事 我們今天的努力就是為了這些 所以或許我們再怎麼努力 地球還是要走向這個滅亡的這個情況 但是不是整個毀滅 死亡只是一個重生的開始 所以這是我的基本的人生觀 但是核能發電一定要去阻止 要不然這個如果核能發生這個核災的話 再大的地質作用恐怕都很難恢復了 這是我的看法 如果如果是地球的一個趨勢的話 不是我們人可以吧 可以去處理他 那大概就是沒有辦法吧 我們人力無人 現在目前是我們看到的是我們人類所造成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早在什麼 早在二三十年前人家就提出來了 我們這樣的人已經變成地球的癌細胞 如果把這個地球當成我們這個身體的話 那裡面所有生活的每一個生命 就是一個細胞 那我們這個人就是在這裡面本來 本來是跟整個地球結合在一起 一個正常的運作的方式 那判變的跑出來就變成癌細胞的 那我們現在的行為 就是把這個地球上癌細胞的行為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說法 能不能接受 我們需要解釋的請舉手 沒有吧 不需要解釋的 那這樣我們大家都知道 那現在目前我們就要談癌色變 但是我們現在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 要我們把我們如何把我們忍著癌細胞的這種特性 要把它慢慢的消除 那一樣是 所有被宣佈得癌症的人能夠活下來 結果 意志願 求證意志願 要超強的 能夠什麼 能夠正常的 維持健康的正常的運作的方式 我們才有可能在這個部分來解決 那我就不曉得說 我們現在目前的社會裡面 有我們今天的活動 或者台灣過去的運作裡面 我們能夠慢慢的累積 慢慢的累積多少的力量 對嗎 來做這樣的狀態 但是說實在的 看到這四五年來 真的是 非常地悲觀 非常地悲悲觀 我們要去 β說 非常地悲觀